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新年的讲道 所以也可以特别的对新年 对我们基督徒看待新年 做一个短短的一个方式 因为我们可以很快的再做一个祷告 先天父我们感谢你 我们可以在年初这一天 一起去聚集在你的话语当中 以你的子民被护照的选民 基督徒一起去彼此鼓励 也请你帮助我们 继续的有我们基督徒的生命 去和我们的家人去度过这一年 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徒的名 Amen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到 就是我们基督徒如何看待 这个华人这个传统的过年过春节 其实呢 或许可能大多数的人跟我一样觉得 好像很多方面呢在我们基督徒的信仰 跟这个华人传统呢 是格格不入的 当然很多明显的 很明显的就是有很多一些传统的习俗呢 是我们跟我们基督教真理是有直接冲突的 像在新年都会赌博啊赌钱啊 对不对或是招财生业啊 很多时候我们就当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 就认为这些东西跟我们之前做的就是平时一直在做 不过当我们看到我们应该要做什么 看到如何去过神让我们过的生活 看到这些东西就是对跟我们的信仰有抵触 相信大家也是有这样的一个体验 不过我想这些其实还蛮容易去面对的 这些抵触的这些习俗 很多时候呢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呢 我们是做可以做的事情 一起吃团圆饭啊 一起去聊天啊 聚在一起啊 去走花式啊都没有问题 然后呢我们只是要可能很刻意的啊 不参与那些抵触圣经真理的那个啊 那些活动啊 不去赌博啊 也不去讲财神业啊 或者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没事在老医生的时候 那会讲发财啊发财啊 你特地讲不讲发财 讲平安啊平安静康 我觉得这其实啊还蛮容易的啊 但是我觉得所谓的我们的基督教信仰跟这些有一些的传统 其实有抵触 我觉得更加困难的是我们基督教的信仰很多时候呢 会让我们跟我们的亲戚甚至跟家人更加的疏远 我不知道你们有这样的体会 原本都已经是很少见面的亲戚 一年可能只碰上两三次面 结婚啊还是新年啊 所以本来关系都不是很深 然后现在再加上呢 我们现在已经不开始去同样的去遵守那些 那些比较迷信或传很多习俗的时候 就是我们跟我们的亲戚呢 有了更少的共同点 对不对 有了更少的之前有的共同点 会让我们好像就更加的越疏远 我不知道你在非信徒的家人和亲戚当中 是不是有这样的一样的体会 我觉得我确实是有意吧 成为信主之后呢 在和亲戚团聚的时候呢 确实有一点这样的体验 首先我要说呢 当然我们基督教的信仰 让我们和他们的距离有点疏远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基督徒正常的体验 我觉得这个是必然的 因为我们对神有新的认识 我们对基督徒 我们对基督的这个福音 和神的国的这个重视 他们不一样 他们对生活的最终意义 他们对生活的最终点 有很不一样的信念 在想说如果其实 如果我们完全跟他们一样 完全没有察觉 我们跟他什么不一样呢 我觉得那个反正是不应该 发生在我们基督的身上的 其实呢我要说呢 其实我们身为基督徒 要跟他们不一样 我觉得才会有能力 去以耶稣基督的福音 为他们带来救赎的希望 就好像呢 耶稣对为十位门徒 在约翰福音祷告的时候 说我的门徒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 我从世界里面拯救他们 所以呢 他们当然是和世界是隔隔不路的 他们不属于世界 不过他们却是活在世界当中 为了呢就是要 让世界通过这些认识我的人 也认识神是才派我来的 这位耶稣基督 所以第一点很快的 是确实福音会让我们和 卫星的家人亲切疏远 但也是能带来救赎的那个希望 但是很快的不要说 我觉得能拯救的福音 不只是会在真理上呢 让我们和卫星的家人 和亲切有距离 但是我觉得同时 同时间有另一个的力量 在福音里面 他有那个大能呢 让我们跟他们的关系 更加亲近 那我们说的可能就是 在很必然的 在真理上会出远 可是其实福音也让我们 可以跟我们的亲戚朋友们 包括我们卫星者的亲戚呢 更加的贴近跟他们的关系 为什么可以这么说呢 就觉得因为神 是一个重视关系的神 所以这个很重要 甚至重视关系的神呢 会让我们 对全部人的关系 有不同的看法 当我们透过耶稣基督 和神的关系复合的时候呢 就是神要改变我们 神已经在改变我们 要让我们知道 关系的重要性 要让我们更珍惜 身边的人 要让我们其实更有能力 打从心灵呢 跟我们身边的人呢 有良好的关系 我不知道你们 跟你们的家人 跟今天的情况 是怎么样 很多时候呢 我跟我的家人的关系 没有很好的时候 都是因为我们之间有摩擦 因为我们之间 对彼此有负面的看法 我们对彼此缺乏耐心 缺乏宽容 我们尤其是华人 很容易在缘语上争吵 所以呢 就刚才对路德 为我们读的经文那里 那个就告诉我们 耶稣基督的福音 要如何帮助我们 这边十二节说 我们因为是上帝的选民 被神呼召 被蒙爱 被神蒙爱的人 所以呢 我们要穿上新的基督徒的衣服 这个新的衣服 要穿上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要穿上 怜悯 慈爱 谦虚 温柔和忍耐 所以神是先对我们 是这样温柔慈爱的神 通过耶稣基督的救赎 跟他那个充满恩典的呼召 所以呢 这样的一个神的对待我们 给我们的呼召 也要让我们去学习 如何对其他人 也有温柔和忍耐 我们看到神的慈爱 神的忍耐 在我们身上的效果是什么 我们看到这些克制的重要性 所以这也让我们有动力 一直会去努力 去遵守诫命 这边 这段经文告诉我们 如果我们有谁跟谁有摩擦 我们要饶恕他们 要容忍他们 很重要 因为神已经饶恕了我们 不计较我们的过犯 所以我们也可以同样的 去不计较那些大大小小的过犯 我们看到神是如何 与我们的关系复合 让我们去享受与他的关系 所以我们也会去努力 去饶恕 去温柔 对待我们身边的亲戚朋友 让我们可以享受 我们跟他的关系 所以呢 因为神救赎了我们 他要除掉我们心中的闹恨 心中的恶欲 恶毒的言语 更新我们 让我们成为圣洁有爱心的子 我觉得这个是让我们都知道的事实 不过我觉得我们把这个事实 因为在过年的时候 跟我们家人 亲戚团契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继续去锻炼的 所以我们能以我们新的我们 打送里面新的自我 有我们亲戚 有我们家人 去试着修复我们受损的关系 如果我们跟我们的家人 的关系有什么的损害 或者是我们可以以温柔 忍耐 去加深 跟我们身边 亲戚朋友 家人的关系 或者是好 而且是更加的亲密 所以最后呢 在一个新年里面 我愿呢 基督的道 会丰丰富富的存在我们 王道堂说 弟兄姐妹的心里面 让我们更加珍惜 我们身边的人 去在乎呢 我们与他们的关系 那我们一起来 做一个简单的祷告 简单天父 愿我们在过年的这段日子 有时间 有精力去跟我们身边的家人 跟亲戚 去建立更深的关系 尽管确实 MCO的情况 让我们很多人呢 不能面对面的见面 不过在这个时刻 让我们去珍惜 我们 这今年跟以往不一样 不能去有的这个关系 让我们去 学习去锻炼 如何去给你的爱 去珍惜他们 愿我们 能更多的享受 能与我们亲戚 和家人的沟通 让我们能献上感恩的心 感谢您呢 所赐下这些 良好关系 所能带来的祝福 我们的祷告 是奉主耶稣 觉得我们领地求 阿们 好 好